分享成功的思想 照亮人生的方向 大家好 我是小叶 还有一些人 自己以为口才好就去劝别人 装作自己能理解对方 实际上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根本不能真实地体会对方的感受 结果是得其反 这样的人也不能说他不好 品德上可能没有问题 就是对自己的认识不清楚 应该深刻体会一下 曾广贤文中的一句话 力微秀负重 言轻莫劝人 力气小就不要去承担大的重量 说话不被人重视 分量轻没有技巧 就不要去劝解别人 结果总是会自取其辱 古代世卫素三的人有的是 在其位不谋其正的人也很多 没有那么大能力 却身居高官 身处要职的人 比前两者对国家的危害更大 这就是因为没有认清自己 三国演义中的马素 没有看清自己的实力 却在守战略要地接停 结果导致失守 蜀汉从此失去了重地 一直在走下坡路 马素可谓是蜀汉的最臣 熟读兵法的赵阔 以为自己能够带领几十万大将成功破敌 结果只是纸商谈兵 实际战争中不能施展纸商的才华 最终导致赵军 四十万大军全军覆没 长平之战失败 赵国元气大伤 加速了灭亡 赵阔可谓是赵国的罪人 马素和赵阔不是不爱国 不是没有道义 不是不想为国家做出贡献 他们只是不懂得立威修复众的道理 导致了极其严重的后果 成为一个国家的悔恨 后世的窥探 而报书呀就是看清自己 没有担当宰相的能力 推荐了观众 才使得自己留下了美好的名声 我们在学习生活和工作中也是如此 如果没有强大的组织能力 却来了一个上千人的活动 只会思考得不全面 慌慌张张 却有什么环节都做不好 导致活动失败 最后任何人都不会再相信你 古代劝贱的人有很多 劝说失败因此贬观 甚至有性命之忧的数不胜数 无子虚劝吴王杀勾剑 又多次上剑先灭掉越国 被吴王所杀 寒域不顾个人安危 极力劝贱皇帝不要赢佛谷 认为这很荒唐 天下都会被佛谷误导 结果被献宗贬观 差点被判死刑 李刚劝贱宋清宗抗金 不要求和 被贬 这些人都是怀着一颗赤诚的爱国之心 希望能够挽救国家于危难之际 也不是因为他们没有治理国家的能力 却都是因为太慷慨激昂 不知道自己言轻 不知道委婉的劝谏 于己于国都没有好处 他们就是不懂言轻默劝人的道理啊 虽然诸葛亮说不宜妄自菲薄 我们不应该看低自己 否则机会会偷偷溜走 但也不能太相信自己 不关乎品德 只关乎能力 没有金刚钻别懒瓷器活都俗语 说的还是很试试误的 我们平日里应该做一个 自己能够得心应手 或者稍微比我们能力高一点的任务 才能游刃有余 而慢慢地获得别人的信任 慢慢地提高自己能力